中部地區今日因大雨沖刷 造成土石崩塌 源頭49線道路發生散崩狀況 現場持續有落石灘崩的現象 道路至今尚未搶通 這個地方就是一條路裡面 最夾的最夾的地方 但是他們都會帶小酒頭 不會說那麼大 那麼大是40人來地域 一般都是會帶酒頭 頂樓頂樓大部分都這樣 這條路是比較危險的一條 此路段是不少當地居民 與遊客出入的重要道路 面對湯方的景象 讓地方民眾都感到相當憂心 目前這一條路是我們頭49號道 因為最近連日來得好大雨 在半路中間那一段 有一段土石整個崩落 造成我們上面居民 一些學校 一些我們的產農出入 這條是主要道路 整個篩住現在沒有辦法完全的通過 經過里長向議員蔡一柱請求協助之後 議員立即向縣府通報 目前重機具也在現場搶通 期盼盡速讓當地居民 跟外來遊客能夠有安全 變成便利的道路 連日好與造成竹山鎮投49線的這個道路貪方 第一時間我們的林里長就向我們服務處 來反應 我們也 馬上的向我們縣政府公務處 來請他們 盡速的找開口契約廠商 來 把他搶通 我想這個地址 穩定了以後 現在縣政府所派的這個 重機具也都 在現場 我們也希望能夠 盡速的來搶通 讓大安的這些 鄉親 還有 外來的這些 遊客 能夠有一個更便利更安全的這個道路 安全的道路 是民眾生活品質的重要因素之一 議長和聲峰表示 縣內大大小小的路段 都應該有完善的維護 以保障憲民的生命財產安全 也期盼此次貪方能夠盡速解決 民意新聞 洪一全 珠山採訪報導